她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女间谍,是九只肉林的开创者,还是历史上的第一个红颜祸水,而她的丈夫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暴君,夏杰,那夏杰有多宠爱莫喜呢?竟然眼看着江山清妇,在临终时还说,能得到莫喜,一辈子也值了,今天我们就来聊聊,夏朝的覆灭者,莫喜。 历史上的四大美女,不用说大家也知道,今天就不讲了,那大家知道四大妖姬吗?她们每一个都是A41,天使脸蛋与魔鬼身材的完美结合,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吧?我来告诉大家吧,她们分别是夏朝的莫喜,商朝的达己,西州的包四,晋国的黎姬,大家看清楚,黎姬是春秋时期晋国的,可不是司马炎那个晋朝,咱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四大妖姬中排名第一的莫喜。 莫喜是有诗士之女,还是历史第一个女间谍,有诗士是臣服夏朝的部落,每年都来进贡,花样繁多,原来的时候,有诗士对夏朝年年纳贡,碎碎来朝,后来夏王贪得无厌,横征暴敛,王室衰败,朝廷腐化,一时天下怨声载道,在这种情况下,有诗士带头不朝不贡,但有诗士只是个小国,夏王一看这种情况,气得头上生烟,直接带着军队打上去。 虽然有诗士这个小国日益强大,但受死骆驼比马大,更何况当时夏朝还是最强大,那自己招架不住了,该怎么办呢,当然是献上牛羊马,不匹。 还有美女,向夏朝请罪了,而被献上的美女,就是今天的主角墨席,其实这时候的墨席,已经嫁为人妻了,墨席的美丽那是闻名天下的,曾有一首诗,这样赞予她的美貌,有诗墨席,眉目清晰,庄迷彩衣,鸟挪飞兮,晶莹语露,人之怜惜,这也难怪后面夏节对她万分宠爱,墨席也没有辜负族人的信任, 成功让夏王迷上了自己,就这样开始沉迷在墨席的石榴群下,渐渐的也不上朝了,你说,这夏王也是,自己身为天下公主,早看过不知道多少美女,可一见到墨席,就把所有的誓望得此美人儿,那还打什么仗,就带着墨席回王宫去了,夏王为了讨墨席的欢心,直接把原非的位置给了她,墨席身为历史上第一个女间谍,又是第一个红颜祸水,是怎么把夏朝给玩没的呢? 对于这个杀了自己族人的家伙,墨席心中那是充满了仇恨,此刻的墨席心中,只有一件事,就是保卫家国,杀掉夏节,夏节对墨席是一见钟情,对她的要求,那是有求必应,而本就无心朝政的夏节丹于美色,无法自拔,日日陪伴墨席,不在早朝,墨席在见到夏节的时候,就知道自己很难将其杀死,这个男人生的虎抱雄妖,本想趁其睡着下手,结果,夏节居然争议, 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,所以墨席只能另想她法了,想要败掉夏朝的江山,就要让天下的百姓对她失望,于是,墨席就每天装作很忧郁的样子,惹得夏节想尽一切办法来讨好,墨席说,看别人酒醉的样子的非常好笑,于是,夏节就让人见了一个酒池,取名姚台,酒池之大, 竟能让人在其中游传,墨席还让人在酒池的旁边放上肉,饿了就吃上面的肉,渴了就喝酒池里的酒,之后命令下人婢女在就酒池里饮酒,还让三千名饮酒高手,在击鼓声中下吃饮酒,而墨席和夏节就坐在台上观看,整日娇奢银翼,夜夜声歌,将江山之事抛于脑后,甚至还有不少人,因为醉酒死在了酒池里面, 见此墨席高兴地笑,见墨席笑了夏节就更加放开了玩儿,后来墨席觉得居住的宫殿旧了,让夏节重新修建宫殿,夏节对墨席的话那是无所不从,当即命人修建宫殿,记载中墨席还喜欢听丝伯撕裂的声音,只要听到这个声音,墨席就会发笑,魏伯美人一笑,夏节就命令下人从各地搜罗精美的卷博,那时候的绸缎制作工艺很复杂,所以是紧缺之物, 而为了让墨席高兴,夏节不仅把国库里的绸缎都搬了出来,还不断地催促加紧制造,为此很多人因为日夜劳作而累到,夏节和墨席的挥霍无度,让百姓怨声载道,夏节又在墨席的怂恿下发明了酷刑袍落,甚至将老虎放于街道,欣赏恶虎吃人的画面,墨席是将夏朝四百年历史毁于一旦的女人,那她是怎么摧毁夏朝江山的呢? 墨席除了怂恿夏节见酒吃肉林和发明酷刑之外,还喜欢Cos男人,墨席经常将自己装扮成男人的模样,穿戴男人的服饰和官帽,并且她还非常喜欢过问政治大事,慢慢地夏朝国力越来越弱,可夏节偏偏就是看不出来, 或者说她被这个女人迷得太深,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,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君王,她为了讨好墨席真的,为她建造了酒吃肉林,还让人撕卷博给她听,在墨席引诱下,夏节越来越失去了君王的样子,甚至一个月都不上朝,不理会朝政,太使令哭着上书,却被她痛斥,最后变成了一锅汤, 大夫关龙旁,献黄图觐见,却遭到怒骂,最后遭到袍落之行,天天都喊着恭祝大王千秋万代的人,却得到了夏节的宠信,成了这个大夏朝唯一忠臣,夏节刚开始对墨席的宠爱也是真的,可是,夏节终归还是变了,当得到了跟墨席一样漂亮,甚至比墨席还要漂亮的女人之时,夏节冷落了作为原非的墨席,有一个臣服夏朝的部落民衫,为了生存给夏节贡献了两个美女, 一个叫晚,一个叫眼,夏节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,墨席就这样失去了宠爱,对于那时的墨席来说,故国一会,家不成家,这个世界上似乎就只有她一个人,那时的墨席是孤独的,而一个内心都是仇恨与伤感的女人,往往容易走上极端,这个时候,伊尹出现了,成汤在有墨席和伊尹作为内应的情况下,在南朝击败了夏节,而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,夏朝就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期, 和之中,但是夏节却并没有被判处死刑,只是被流放,墨席选择了和夏节一起流放,直到亲眼看到夏节死去,墨席的所作所为,加速了夏朝的灭亡,但是很多人把夏朝灭亡的原因,归结到墨席身上,其实就对她并不公平,即使没有墨席,夏朝也会灭亡,只是时间长短而已,最后引用中华古籍之皇后之死中的话, 施墨席是个可怜的女孩子,她的身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俘虏,在她正青春年华的时候,不得不离开家乡,离开晴朗,为了宗族的生存,像牛羊一样地被陷到敌人之手。